詞・編曲 編曲 中文 編曲 編曲 陳鲤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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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 工作3年 所以跟亞晉劉2年的 一起工作過 然後剛剛也找到 原來那個台東領館處的夥伴也在這裡 長官也在這裡 所以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以後 可以跟當場的在場的人 產生很多關聯 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那就是剛務校長那邊 待了三年以後 現在是來來去去日本 做一些國際交流 那比較最近喜歡的事情呢 然後因為校長常有一些邀約嘛 所以也跟著他 最近去哈爾濱啊上海啊北京 在這兩三年之內 去了蠻多地方做國際交流 最近在一個自然學校 我們有養馬 那這個馬不是用來騎的 而是用來工作的 就是林業馬班 在小型的書法以後不用重機 在北海道呢 傳統的開拓時期 人跟馬是很互動一切的 所以這個自然學校呢 就把馬這個元素放到自然學校 然後讓馬呢在森林裡面工作 那這個森林呢 草呢就會被他們吃掉 你就不用石油去除草 然後馬糞呢又可以肥沃那個土地 那這個又森林學校旁邊呢 又有一個園藝公司 所以馬上又可以堆肥 變成黑金 那孩子們進去裡面 跑來跑去 那個森林裡面呢 撿一些枯枝落葉 其實都是一些 跟森林再造林業有關的活動 那砍完了木頭 經過一年的乾燥 我們就會把它賣給當地的澡堂 然後再讓孩子呢 在森林裡面拼踩砍樹 然後吃什麼呢 在那裡跑來跑去的路 因為是 碳足跡最少的蛋白質來源 那這個碳足跡最少的蛋白質來源 再用自己砍的木頭去烹飪 那最後這個灰再灑回森林裡面 所以所有的活動裡面 其實都已經是一個循環 然後它是可以一直持續進行的 然後最近在這個膽怯自然學校 剛好就去待了兩三個禮拜 就是非常喜歡馬 所以就化了這些 那這次我在日本工作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在參訪者去森林裡面看山寶局 然後去河邊 做漂流 然後在海的潮間帶 做一些冒險活動 或者是去當地的農家 今天拜訪農家 請他介紹他的田野 給我們認識 那由北海道新聞也有來採訪 這是台北市西湖國小的 只有班他們畢業旅行 全班呢 總共連家長三十幾個 然後一起來黑州內 體驗了四天三夜 那在台灣他們就準備好 介紹台灣這個國家的投影片跟影片 然後有六年級的學生 然後介紹給黑州內當地的 混民的孩子 就是下課後 小朋友聚在一起 然後台灣的學生呢 過去約他們做一個交流介紹 然後也用一些觀光局的影片 然後讓當地的孩子 覺得原來台灣這個國家是這樣 然後還有一次 就是一樣都是做環境教育的夥伴 我們每年呢 在雪地都會挖迷宮 挖好了迷宮以後 邀請幼兒園的孩子 在雪地裡面玩作命場 等等的活動 可是每一次挖呢 都只有工作人員 自己在那邊採雪 在那邊堆裝塊 所以說這麼好玩 但是這麼累的活動 台灣人應該會很喜歡啊 不然我來找環教的朋友 一起來好了 於是那時候 澳萬大啊 還有出口啊 然後他們就組織了 一團台灣的夥伴 然後就過來 然後我們一起幹了迷宮 然後也準備台灣的好吃的點心 然後跟當地的大人還有小朋友交流 然後這裡面大家準備的點心 有鳳梨酥啊 可樂果啊 八仙果啊 還有奶油酥餅 然後我覺得得到的很有趣的評價 就是他們覺得奶油酥餅是一個 很難吃的一個東西 就是又是掉滿地的那種感覺 這樣 就很不容易吃的一個 吃的優雅的一個東西 然後這裡面呢 不管大人的交流活動 還是小孩的交流活動 最受歡迎的 居然都是 你們要不要猜一猜 鳳梨酥 可樂果 八仙果 可樂果 對 冰箱冰箱 可樂果 大人小孩都喜歡 然後覺得 這真的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我們在這個研討會啊 就是 雲芳他們跟我聯絡 然後說希望找北海道博物館的人 我說好啊 我可以幫你聯繫 那後來這一家 三毛主文化中心的 齊誠先生 他不能來 然後所以我們後來就因為 跟三毛老師是我們的理事 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邀請了 這一次大家看到的這四位衛兵 那這裡面有大城市的 還有中型城市的 跟小村落的 那這個地方呢 又特別的小 那我是帶回介紹這個文化中心 更希望本尊可以來 這是本尊我的 螢火的 生活的師父 他是一個有趣的博物館員 在黑州內呢 他的生活過得多彩國姿 晚上會有一個俱樂部 自由加入一個社團 就是去海灘用漂流木生活 那不是全部的人圍在一起 而是我有自己的生活道具 你也有你也有 我們就一人自己去剪柴火 然後自己去練習生活 而且他們對於生活道具呢 有非常多的專業 不是用打火機 而是呢 用打火石 或者是用那個碳條去燒這樣子 然後連 那邊打火石呢 跟那個要燒的東西呢 都是自己做的 然後再把麻繩解開來 然後變得一絲一絲的 然後小小的火 就上進去裡面這樣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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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把它吹起來 然後我那時候呢 在北海道的晚上呢 是一個沒有卡拉OK 沒有保麗球館的地方 然後這一群朋友呢 就會一起去海邊練習生活 然後就覺得 喔天啊這個生活也太棒了 那齊成先生他很有趣 他就拿着磁鐵去出海口收集铁砂 然后找伙伴一起练艇 然后用传统的方法去练艇 但他的木工也很厉害 所以他想要做一艘自己的轮木舟 目前已经完成了船桨 但是每次我去拜访他 他都会秀给我很多有趣的珍宝 对 比如说这里的展示有石器 那他也自己在研究 就是一个博物馆员 但他非常的把他的生活落实在自然里面 所以非常的有趣 那讲那么久 大家可能不知道黑松内在哪 在这个地方 这里是杂谎 这里是韩馆 那通常观光课就是去韩馆 然后再去小村啊 杂谎 然后通常连黑松内在哪都没有听过 高速公路就这样子被听过了 对 那我们 然后今天那个 那这个 Buna Center 我直接讲日文 Buna就是三毛句的日文 今天我讲的十次 大家可能会记得Buna Buna Center 这个地方是成立于1993年 他主要的目的呢 是为了与都市做一些交流而设立的 那两大主要的技能 是以黑松内当地的自然啊文化啊 还有历史去收集这些资讯 然后有点像游客中心一样去提供外来的访客 或者是给当地居民一些基本的讯息 那他里面有三间工房 可以让大家做不同的事情 等一下会详细介绍 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希望了让黑松内当地的居民 可以对当地的生活重要性丰富 还有以三毛句为乡村 就是感到为荣 让自己的家乡有很多三毛句 然后感到在这里出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然后展开各种活动 让居民很有感 那黑松内是一个怎么样的地方 这是高中校长跟他的孙子 北国的祖孙琪 这是北海道的祖孙的活动 那是残血用的 然后那时候他孙子还幼儿园中范围 人口说说人口吧 只有2790人 面积是这样 台东的人口 那其实黑松内呢 然后面积 我觉得跟台北市 比台北市还要大 可是却只有 两千七八九十个人 所以就是一个 你在台湾看你的人 我想要再看到人的时候 那一年来没还到 住一住 我帮帮帮帮帮来找我 然后他们两个出去散步两个小时 然后就很紧张 然后说咪咪啊 咪咪啊 咪咪都没人 比较麻烦吗 就很好笑 我说没有关系啊 就是很自然 很正常 房子里面会有一些人 但是就是路上 你很少看到有人在走路 这样 就是一个很幽静的地方 好 那这个地方小归小 可是我们这样俱全 我每次讲到这里 我都会很喜欢他们的体育馆 北海道两千八百人的小镇 他的体育馆 全部用北海道道场的木头去盖的 你看那个造架那预算 那个 散散发亮的地板 打起羽毛球打起蓝球 多舒服啊 同样是住在北海道搅碎 但是他享受到的 国民的福利利流比较不好 这时候我就会觉得 我挑了桃源县政府的税金 去哪了 我连打个桌球 都要去个黑黑暗暗的地方 然后在北海道 就可以很漂亮的木头啊 这样子 就觉得我的税金 被用到哪里去 那其实他们还有很漂亮的图书馆 就是馆场也很丰富 那图书馆也办各式各样的活动 阅读的啊 或者是手工艺的活动 给当地的小朋友 那黑松内的人 很喜欢在车库烤肉 就是BBQ 然后在自己家的车库 是他们当地的一个流行 那其他像插花啊 茶道 或者是乔麦面的社团等等的 在当地都很很多 很火药 那像打桌球啊 打踢足球啊 棒球啊 这些社团都有 那其实我觉得 在北海道内庭 它的人 文化历史生物都要信 其实有一个表把它整理的下来 那这个表 它把森林河川海洋 然后在这个大地 然后在这个之上发生了很多事情呢 全都把它摘要了出来 那我们来看看照片 三毛举森林 它有一个特性就是 最北的三毛举 怎么样说最北呢 看看这张地图 这张绿色的图里面呢 有很线 比较稍微鲜艳一点的绿色 可是到了这个后面呢 鲜艳的绿色的三毛举就没有了 然后仿佛 这里有一条线 这就是所谓三毛举分布的最北界 森林沙的母眼头 很有腾感 那这个呢 秋天了 秋天三毛举的枫叶非常的漂亮 可是 又是这条线以后又没有了 就是这样 有一条线 可以明显的看到呢 三毛举就是到这里 那目前因为全球党化气温变高的关系 其实三毛举整个族群 是在往北上的移动当中 所以在这个三毛举这里呢 我们就有很多条步道 会去进行这样的体验 那就是学生的户外教学 在学生直接去登山践行 然后入山的时候呢 要写登记 有多少人进去啊 几天几分出来 那秋天的景色 非常的漂亮 那除了山以外 在河流 朱泰川 是日本少见 没有人工建物的 没有堤防 没有蓝沙坝 然后没有山面光 里面光 所以很自然的情境 河流里面的动物 可以来去自如 人也可以来去自如哦 像陶泰南一样 在里面漂流一小段 那已经要出海了嘛 所以离海呢 大概只有三五公里 所以非常的平 非常的平衡安全 然后你这样躺着漂流 有的时候还会撞到屁股 所以我们的活动 会让孩子从河岸的这里出发 然后漂大约一两公里 然后再下游 然后再站起来 再走回学校 实际去做这样子的体验 然后也有花独木舟 那秋天呢 这个是孵化场 刚刚阿波老师有讲到 那个鲑鱼的孵化场 这只就是 好吃的鲑鱼 这里面都是 然后这是秋天的样子 秋天的北海道呢 就是马铃薯要收成了 这个白白的全部都是马铃薯 然后就在这一道田 这一片田的旁边呢 这条小溪里面 就这么多的鲑鱼 然后我带一个中国的朋友去看 他们说 如果在中国早就被抓光了 为什么在日本大家都不抓 这样 就是一个守法 当地的人都很守法 都知道说 这个鲑鱼是有鱼业权的 如果你把它抓完的话 就没有产卵的机会 这样以后呢 这个机会就没有办法继续平坏了 所以当地的人都非常的遵守 就是知道这里的鲑鱼 就要回去产卵的东坡之庄 那后来他们产完卵了以后 就死掉了嘛 所以这条小溪其实就这么窄 然后从这里就可以马上下去 就是这样子一个干净的河流 那刚刚回到这个三宝举文化中心呢 他就是位于这样子一个自然景观里面 我们来看看他的计划展示 室内的展示的部分 有一些小型的这个 小龟小 可是日本的展示 让你觉得很舒服 他的规划都还蛮人性化的 譬如说这一区是 不定期更新的展示的东西 譬如说最近开了哪一些花 他们就会把花朵摘回来 或者是香菇 或者是果实 秋天的时候就会放一些果实 那这一区这里有放一个羊鸟的箱子 那有饰料品牌 那你就可以坐在这里喝咖啡 然后冬天下雪 然后就可以看到 哦小鸟好忙碌喔 过来钓一个葵花骨 欸又回出去 接下来又换另外一个小山雀过来 所以是一个蛮安静的一个地方 两千八百人在台湾 就真的是一个很小的乡村 可是它的基本公共建设是还蛮漂亮的 我觉得这是它特别的地方 那这个墙面呢 上面是花栗 一整年几月份开了什么花 那下面是香菇栗 有哪一些蒸菌 有哪一些香菇 它的一目了然那里可以了解 那这一区有三毛菊的加工品 一些玩具 那这是在北海道黑色类挖到的 金鱼的骨头 那也把它展示在这个地方 那当地挖到的化石 它都有做名牌 所以学生他们去采集化石 前后我们都会带他们来博物馆看看 哦有这么多种喔 你今天挖到的化石是哪一种 然后可以做一个对照 那当地的历史 北海道开拓的历史 黑色类挖是怎么样形成的 或者是山黄菊是怎么样的特殊 它也会用一些展办 然后在这边做介绍 那这是大人小孩都很喜欢的球体 那也有一些小小的展示 所以它里面的空间不大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我们来看看它的三个工坊 它有很漂亮的木工坊 可以做手工艺 它有很多材料 在日本很多千少年之家 或者是自然之家 都会有这样子提供你工具材料 然后你做好了 你要做的时候 你去跟他买材料 他给你一本手册 你就看了那个使用手册 你就可以自己做 那做好以后再去跟他接掌 这个地方也是同样的 他们会办很多 最近很流行 木头的杯子 自己做木头的杯子 或者是切菜板 他们也都会做这样实用的木工客 然后也有料理的空间 这个料理空间我觉得非常好 这是我们黑松内提的 我的邻居们阿姨们呢 以前他们都会一起做豆腐啊做卫生 可是现在呢家庭人比较少了 做的话会吃不完 所以我们就把大家同合起来 一起去预约这个空间 然后自然学校去采购大豆 然后大家一起来做 那里面所有的烹饪器材呢 都非常的周全 然后使用费也很低 然后厉害的就是呢 这些阿姨们在打扫的时候 最后之后我很喜欢这个 他们会把 这个草子刷得这么干净 发亮然后再把它倒扣 这是很纤细的地方 其实整个地方 你跟人家接一个场地 然后你用完了之后 可能是比那个原本建来的地方 还要更干净 那这个不是学校教育 而是他们国民就是自发性的 我觉得这一点还让我跟他们一起工作 觉得阿姨们好厉害 我都感不像他们这样 那就是户外的景色 那另外还有那个陶艺 像三峡英哥一样 那个一些摇烤烤东西的 那也有跟外面的一些培训联系活动 这个是把三毛菊呢 种到这个箱子里面 这里面塞一些湿的报纸 然后把这一整个东西 直接埋到土里面去 那那个湿报纸可以让根部保湿 那最后这个箱子可以整个 就是在画到土里面去 所以他们种的时候 就这样把三毛菊直接种进去 那是大人小孩当地的遗袭 那还有一个小型 那他们还有一些自然观察的活动 刚好我有去参加 这是香菇的观察活动 然后他们日本呢 他们把香菇的图鉴呢 做得非常的细 可是有一些香菇呢 在这本书写可食用 在另外一本写有毒 这还蛮好玩的 他是有一次真的有一种香菇 然后他们就拿不同出版社的东西 来对这样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香菇 然后其实老师就会带着学生 去做一些观察 然后他们可以带回去 有些是可以吃的 然后他们就会像今天的 战利品一样带回家 所以就是带当地的小孩 走在自己家乡的森林里面 后山 然后去像以前的人一样 去山里面采香菇 然后回家做香菇糖 那冬天的话呢 可以去看动物的脚印 还有 其实这些树枝啊 春天呢都藏在这里面 里面有冬羊 就是未来的春天 然后每一种树呢 它的冬羊其实都长得不一样 然后仔细去看 有的长得像羊啊 可能像小兔子啊 然后这些冬羊呢 日本的图鉴很变态 连冬羊呢 它都帮你归类的很好 不愧是 很爱做植物分类的一个国家 所以连冬羊呢 它都帮你分的很细 然后冬天 好处就是 夏天你无法走的地方 冬天你就可以尽情的走 所以你爬了一个山坡下去 你下山的时候 我们就会找一条 可以屁股直接溜下去的 你就可以不用再走下山 你就可以直接这样绑下去 所以像这种一年四季 自然呢 参考主文化中心 也会办这样的活动 给当地的居民 然后跟学校的合作部分呢 是怎么样跟学校教育合作 这部分就有点像道校教学 有一些基本的开会啊 然后借道具啊 跟学校老师事前的场刊等等的 那里面呢 他们会分 这个主题 它可以是学校课程里面 国语课 你可以怎么样运用 数学课 可以跟算平均数有关 或者是跟图表有关 那你可以利用这个材料呢 来做一些手工艺等等的 那他们 博物馆已经把这些 类似教案 怎么样 课程的目的 还有内容是什么 然后 学校可以怎么样运用 就把这些资料放到网路上 跟当地的国小 就是可以直接来预约 这一点跟台湾还蛮像的 那他们的特色是 就是比如说化石 一百万年前的化石 挖到了以后 那四十六亿的地球历史 一百万年是什么样的定位 是什么样的角色 那采集完了以后呢 一百万年前的化石 你采集完了以后 我们再去海边 剪现代的化石 然后去比对 古今的化石有什么不一样 然后事实上学生 你自己去做这样的事 那这是我们在万化石的地方 这个盒很浅 然后这个墙边 这边全部都是 揉露出来的都是 那我们就给他 很简单工具就是 铁钉 一根或两根 然后就用一边泼水 可能合作一个的浇水 泼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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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泼 把那个土用湿 然后另一个人就拿铁钉这样 黏着那个贝壳的烟 这样子去口 然后因为很容易睡嘛 所以他们如果挖出很完整 就非常的有成就感 对 所以这里就有 一百万年前的化石 让他们挖 挖好以后回去做 刚刚的木工坊 做这样的展示 然后有图鉴 然后挖到的是叫什么名字 那黑松带的海长这样子 其实海呢 你可以跟整个世界做一些连结 比如说漂流物 捡到韩文的 捡到俄罗斯文的 捡到中国繁体制的 然后可以让大家知道 其实世界是连在一起的 那我刚刚说到那个打铁啊 他们就是这样子在做 里面有炭 然后还有用一些被盒敲碎 然后在里面做炼铁 然后要好几次 然后烤好久 然后最后才有这么一小块的铁 然后他们再把这个铁拿去敲 然后做成一把小小的刀子 然后连那个木刀柄的地方 也都是自己去做 然后刀柄总要有翘 然后那边皮革呢 也是集成圈子也是自己去做 所以类似这样海洋的主题 然后森林的主题 那我再把 当然这个图表细讲一下 看到森林这个地方 三毛举这个地方有 三毛举的北线 然后离居民住的地方很近 可是他却是 奇迹是被保留下来的原森林 然后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很大棵的三毛举森林 然后黑松泪的森林 还有一个特性 你爬到黑松泪月这座山 左边太平洋 你可以看得到 右边日跟海 你可以同时看到两个海洋 如果是河流的话呢 它的特性是 没有水坝 没有人工献物的一条河流 那里面呢 水生植物有非常多河川清静的指标 然后适合做很多钓鱼 叫Flying Fish 不是用真正的耳 而是用一本假的Flying Fish 那也可以去看到 当地的河流 湿地很多 有很多有权 那跟海洋的关系 因为河跟海呢 可以自由的来去 所以有各式各样的生物呢 生活在这个地方 那森林河海 是这样的特性 那在这里住的人 是什么样的人呢 他们有哪一些产业 主要呢 他们是有牛奶 然后因为太阳光不是很够 所以他们种的是糯米 那有很多地下的泳泉 又有化石层慢慢慢慢 把这些泉水净化 所以这里有一家 礦泉水公司 那这个地方呢 也有养老院 跟孤儿院、育幼院 所以它也是 有很多社会社福机构 那当地的历史啊 产业啊 气候啊 都去做一些调查 那这里呢 也有温泉 然后也有青少年 可以做磨洞的地方 那其实这张图表就是 齐晨先生他花了两年的时间 把自己所在的地方 把所有可以拿出来 做交据的元素 去筛选出来 我觉得今天如果 有时间的话 就是很想要 给大家摆一指 然后让大家去想 那你的家乡 可以画出哪些东西来 可以塞出哪些东西来 那这里面就有分 学校教育 跟社会教育 扮演不同的角色 学校教育 是一定要跟所有的学生 传达的 那培养出来的孩子 希望都可以认识的 那其中三四年级呢 他的课程是累积 是带重的 三年级交往 跟四年级的课程 是有相关 那最后呢 一直交到国中生以后 他们会换 从世界的角度 来看北海道 来看自己的家乡 那其实最后呢 就是回到培养 对地方是有荣誉感的 那在学校教育里面呢 时间有限 做不到的呢 可以通过社会教育来辅助 那在这个学校教育里面呢 有 假设呢 三年级四年级 都有二十次的课程 他们里面有三分之一是室内课 三分之二都是在户外 实际操作 那互动是很密切 所以这家国务馆的馆 馆员呢 就会去黑松内的国小 去二十次 一个学习 然后每次去两小时 关系有够浓厚密切 然后可是这也是因为 他这里小 可以这样做 国小也只有两间 一间国小只有一百多人 另外一间国小 目前可能只有九个或十个人 所以他可以这么浓厚的去陪伴 那那个时候 所以以前先生就说 大都市做不到这样的事情的话 其实就可以透过教师的培训活动 然后来把这些能量呢 传递出去 那博物馆员擅长的事情 可能就是可以帮 让国小的老师整理教案 把课纲跟当地的特色 利用他的专业去做一个结合跟筛选 然后让这些地方素材呢 可以融入国小的教学里面 那讲一下三年级呢 他们去收集叶子 在学校周边去不同的地方 那一开始大家都觉得 素就是素嘛 然后渐渐的呢 去比啊 去分类啊 在地上排啊 放到一个袋子 久了以后发现 欸其实素有好多种喔 那在黑松内国小的周边 其实有五十五种素 那经过一整个学习下来 孩子能可以找到 其中大概四十多种素 然后所以最后评估就是 孩子发现 哇原来我的周边有四十多种素 如果这个评估 孩子可以感受到的话 就是OK了 那四年级呢 一样他们把主题放在河流 所以同样一条河流 竹菜川的支流 他们也是带孩子去 不断的捞捞捞捞捞捞 然后捞了以后 发现不只有鱼啊 还有虾啊 还有蟹啊 然后各式各样的水生昆虫 那渐渐的可以分辨 原来有这么多 那还会再提到 那住在哪里 那他们是与卑斯的关系 那这个跟山其实是有关系的 所以五年级 欸什么元素把森林跟河流串在一起 其实就是水 那他们透过种米这件事情 让孩子去体验水的这个循环 那常常我们讲水循环啊 都会觉得是课本上的事情 可是呢 这个米啊 其实也是在这个循环当中 我们吃了这颗米 我们身体也有这个水 我们也是成为小水衣的 膝带者之一 然后最后又透过尿尿 流汗回到了这个循环 所以环境教育要强调的是 人跟自然的循环 我们常常讲人 但是会觉得是他人 那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自己 跟环境的连结 所以这个米我也要吃啊 最后都会回到自己的身上 让学生实际去体验 所以保护自然 自己也是这个自然中的一份子 那六年级呢 继续想 认识支撑这一切 这一块大地 到底是什么 这上面有哪一些历史 然后整理之后 用学校教育的方式 就是跟老师一起合作 所以其实每一个地方都可以 因地置疑 那给当地 给台湾服务馆的一些分享 就是寻找连结点 或者应该是服务馆上场的事情 所以可能大家都可以 从筛选每个地方的素材开始 然后去做一些盘点 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提案 那齐人先生他自己呢 是花了两年的时间 所以环境教育 其实就是自然中 各式各样的关联的东西 然后人跟自然怎么样的互动 然后是去学习 那最后呢 这边还有一个就是呢 要怎么样去活用这些素材 其实去寻找这个地方上 本物就是真实存在的东西 去把它挖掘出来 可能是一段有趣的历史 可能是这种文化 可能是有趣的人 国宝 有趣的自然现象 那这些事情呢 其实是可以分成 植物的生态 或者是生态系等等的 那里面呢 有提到一个是世代的传承 它是指产业 可能这个产业呢 在传承上有一些危机面临的断裂 那他们可以去怎么样的 再重新去再创这个产业 让这里面呢 创造出新的故事 那所以不同的领域里面呢 其实地方上有很多的保 透过这些人跟人的合作呢 去创造更多的新的故事 那所以从自然保育 然后到富裕 然后到可持续的利用的活用 希望去创造一个这样的循环 那所以 希望 黑松内有自己 黑松内当地的 黑松内学 他们有一本书啊 就是每个 日本的各个县市都会有一本书 学习自己当地的事情 所以国小生呢 他们会有一个时间 就学那一本书 认识黑松内这个地方的 人文历史生态产业等等的 所以大阪的孩子也会有大阪的 充神的孩子也会有充神的版本 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家乡是很熟悉的 然后我就想 啊我住桃园 我住桃园市 我对桃园好不熟喔 我旁边是龟山 后面那边有棕地 可是 这里发生哪一些事 有哪些独特的生物 或者是还有什么样开拓的历史 然后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我认识 面书我也很认真啊 我也是社会主的啊 可是为什么我都不知道 对 然后我想说 嗯这里面其实 蛮值得去探讨我们的教材 就是好像都没有去认识自己 小米下财的这个土地 然后在日本 因为他们希望 这个地方的居民可以对地方 有很高的认同感 所以要先从认识自己的 所住的地方开始 所以不要去抱怨 这里什么都没有 而是去寻找 把这里有的东西找出来 然后透过国务馆的力量呢 去把一个地方 去把一个乡村带动 做一些改变 那最后呢 小地方呢 要去思考 怎么样的国务馆 是当地居民需要的 会被需要的 然后因为很大街的国务馆 它当然理所当然的会存在啊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小地方 可能有一天 预算 在做一些变动的时候 第一个被删的 大家就 嗯这个跟吃不饱 这个吃不饱也没关系 所以呢 就会把它给删减掉 所以国务馆要去思考自己 存在的意义 然后 要带给当地的人呢 怎么样的一个服务 假设有一天 这个博物馆呢 被上面的压力说 哦 你们管要撤掉了 然后可以 当地的居民 起来 起意说 不行不行 这个博物馆对我们太重要了 这是我们 嗯 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博物馆 一路走来呢 都跟我们一起打拼了一个博物馆 我们不希望这个博物馆被关起来 好 希望大家可以就是朝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然后创造出一个 这个 居民都愿意去守护的一个博物馆 那因为他一直都跟当地的居民站在一起 大型的 有小型的 有这种 跟国小很密切的 一年 博物馆员要去20次 然后 所以这个博物馆员 就会认识黑松内所有的小朋友 就会看着这些黑松内的小朋友长大 每一个都叫得出名字 那种感觉是跟地方是很密切的 刚刚休息时间的时候 私底下就有人问我说 那怎么去分立一个人做啊 怎么去 比如说这样子的行程 是不是一年十二个月都有啊 那除了地韩 除了可以安排 黑松内的自然水灶 也可以安排 其实地韩在 从事日本国际交流这个工作 已经好几年了 在这个工作也跟这一些 我们刚刚和今天来的这些 一般学者们 都有交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那所以 有任何更进一步的 你们想要去了解的 这些单位 想要跟进一步的询问 都可以在这边 刚好可以问 另外一家的博物馆 对对对对 就是在黑松内提 然后离我们自然学校开车 大概15分钟 那平常自然学校跟这一间的关系 就是互动 各种相符相称 一起配合 一起合作这样 然后有一些 我们自然学校值班的 我们的立培训啊 比如说核酸的急救训练 然后也会邀请博物馆的人一起过来 那博物馆他们办一些比较 理论或者是大学的教授来演讲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去参加 那为什么政府单位的博物馆 那为什么政府单位的博物馆 就是黑松内庭 黑松内庭 政府单位的博物馆 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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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